丹委员早安 在文化部版的第六条 本中心设董事会 至董事十一人至十五人 由监督机关 监督机关是哪一个机关 监督机关是文化部 由文化部就下列人员临选 提请行政院院长聘任 所以文化部要先去临选 就这个第六条底下的四款 的这个各款 这个所认定的杰出人士 去选出十一到十五人 那么请行政院院长来聘任 我要给您请问的就是说 就这么多 即便这四款相关的领域的人 一定很多 你们要去做一个决定 可能最后做决定的 说不定是您 这是不是一个政策的决定 这是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 这是不是一个选择 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任何一个人文化部长 当他在 你这个名单的时候 他一定 不是从他的书房里头 就自己拟定了一个名单 他一定是经过多方的咨询 然后有一个名单出现 而这个名单绝对不是他个人的价值 所决定的 不是个人的价值 不会是 那是什么价值 他一定是在这一个专业界 听了很多的声音之后 最后做决定 这个专业 我给你请教 假设你们征询了十个专业 十个专业 有的主张这个 有的主张那个 那你最后是叫这些专业人士来表决 投票 或你怎么决定 我谁是专业 专业也要做价值的判断啊 对不对 我们在座这么多人 你怎么决定说 好 我就这个领域的董事 我要请哪几位来提供意见 那你要告诉我说 我请哪几位都要提供意见 我在征询另外一群人 请他们提供告诉我说 是谁是这个领域的专业 那我要去问谁呢 这个套套逻辑到后来 你会发现 你终究你要做决定啊 这是你回避不了的啊 我要给你请教 你有没有说过 文化部要有制定政策的专业 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有的 有不对 你刚才答复王惠美委员的时候 你说你放心 因为文化部要有制定政策的专业 所以什么叫做制定政策的专业 这个龙部长 我们在咨询你 不一定要脱塞听我讲话 您可以站好 我对你很尊重 我没有在念诗给你听 文化部要有制定政策的专业 什么叫制定政策的专业 就是要去选择 当我面前有这么多选择的时候 我要根据 我的幕僚的专业的建议 专家学者的建议之后 我要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 是根据谁的价值做的决定 是最后做决定的那个人的价值 如果今天文化部长可以没有价值 如果今天文化部长 可以不知道 可以不做决定的话 我们今天 拿一个牌子 叫做文化部长 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要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去拔杯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可能 我们还是要请文化部长去做政策的决定 文化部长做什么政策的决定 是根据他的价值的判断 这是你无可回避 我要再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您知道 现在高雄市长陈菊 陈菊当高雄市长是经过选举的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那陈菊很奇怪啊 他在美丽岛大审 他被判了判了刑 他被此夺公权终身 他为什么经过了军法审判 法律的程序 定验了 被关了 他终身此夺公权 他后来被放出来 还可以去参选 您知道为什么吗 您知道为什么吗 我愿意听您的高论 你不知道 因为很简单 你昨天在提 国家人权博物馆 这个就是国家人权博物馆 今天要设置的原因 因为正义 不一定在当时会得到彰显 正义 有可能在事后 才会得到彰显 陈菊为什么后来可以参选 在1990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 下令特赦 而且这个特赦包括 这九位接受军阀审判 被判刑定验 这九位受刑人 他们不但被特赦 而且视同为犯罪 这代表什么 代表我当初这个判决是错的 代表我今天告诉大家 我的价值推翻了那个判决 您认同这个价值吗 您认同李登辉 前总统的这个特赦的宣告吗 您认不认同 对不起 您又要说我回避 但是我要跟你说 我现在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对 为什么 因为如果要我专业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应该要把当时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需要 再弄清楚 不需要 以我而言我会需要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陈菊等九人经过美丽岛事件之后军阀审判 被判了重刑 一九九零年当时的总统认为说这个这个重刑 以那时候来看 是冤枉了是错了 所以 把那个这个判决撤销了 他不但被特赦放出来 而且视同为犯罪 如果你连这一点 你都不敢面对的话 段委员我觉得这种讨论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不敢面对的话 让我讲完 你有什么你有什么资格今天站在这边 当文化部长 或者你干脆跟大家讲说我不能再管 我不能再管国家人权博物馆 因为文化部就容易谈到部长 没有资格 我要再跟您请教 你文化部国家人权博物馆如果成立之后 你这边管国家人权博物馆 底下还有一个中正纪念堂 好了 你文化部同时去主管一个在转型正义里面 扮演重要角色 要抚平历史伤痕的国家人权博物馆 你同时要主管 一个把一个加害者供奉在那边的中正文化中心 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你告诉我们说 就你楼英台的选择 不 我不去面对那段历史了 即便我主管国家人权博物馆 即便我主管中正文化中心那段历史对我楼英台来讲 对我现在担任文化部长楼英台来讲 那段历史我回避不去面对 你答复我啊 张委员 我们可不可以回到今天讨论 标准意识中心设施条例 不可以 文创院的设施条例 不可以 因为你没有勇气面对我 你没有办法回答我今天要问你的问题 我把昨天的问题移到今天来问 你每到立法院一次 你都要面对我同样的质疑 你楼英台这个人 你楼英台这个人 你怎么面对 在那个时候受苦受难的 那些政治受难者 让我引述一段话 这不是你的著作 你不要紧张 尽管白色恐怖时期发生了灾难 无法与纳粹屠游 屠杀犹太人的浩劫相提并论 但在面对创伤的层次上 不能否认两者间的共通处 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您知道吗 你不知道 这篇文章是文件会的一位助理研究员 叫做黄龙兴 他讲的世界文化遗产 说于负面遗产中 重构创伤记忆 他比较 奥斯维新博物馆 与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转型正义呢 告诉大家说 第一个真相调查 第二个追溯加害者 真相要调查 加害者的责任必须要追究 这是谁的著作 您知道吗 您不知道 因为你对这个部分 其实你不太关心的 你不太会去找资料 你不太会去看 到底我们转型正义要如何落实 社会的创伤要如何米平 对你来说 不去碰触就是最好的方式 对你来说 今天的文化部长 回避 不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态度 这篇叫做台湾的转型正义 积极省思 论文的发表人叫做江仪化 是我们现在行政院的副院长 他告诉我们 转型正义的具体内容 必须要调查真相 必须要起诉加害者 必须要赔偿受害者 必须要追思与军念 必须要去做和解 必须要改革制度 必须要清查人士 到底哪一个人在过去 曾经是扮演加害者的角色 都应该清查 就是因为真相 没有办法得到追究 所以那个时候 美丽岛大省的军事检察官 现在是法务部司法官训练所的所长 那个时候起诉 那个时候造成冤错假案的人 现在在训练我们的司法官 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 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 你抗议我说你是厚脸皮的部长 我今天再送你一个头衔 你今天站在那个地方 没有办法面对我的指责 你今天顶着一个光环来担任这个文化部长 你最终只会落下一个评语 就是马政府 马英九政府 最耀眼的花瓶 因为你在你最应该有所作为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做龙印台过去大声疾呼的事 因为你不敢面对这些受害者 你不敢面对台湾历史 你不敢面对你应当要有的责任 你连一个政务官应当要有的价值跟担当都没有 你终究就是一个花瓶 谢谢 岚委员 谢谢您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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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指教